火力军一般都喜欢大武器 因为大武器在升级方面有着鲜甜有水 各种新式装备都能往里面塞 给设计师们留下了足够的发挥空间 如美国的F16、F15、M1等 凭借预留的改造空间叠了N代 战地依旧保持着世界顶尖水准 可见一款武器不仅仅要看它眼前的性能 也要考虑它未来的延展性 即升级换代能力 宁可在设计建造时浪费一点 也要保证以后的方便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许多武器 都采用模块化设计的原因之一 但战机界却有这么一个奇葩 不升级没后续 一款机型干到死 它就是酷刺F16的日本平成临战F2 日本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自断虔诚的设计 是所谓的工匠精神还是另有引擎 加大投入的F3战机性能如何 本期火力军就来一探究竟 F2作为世界首款安装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战机 本以为会升级换代 一直保持领先 没想到制造的过于精细 一丝一毫的升级空间都没留下 导致出场级巅峰的它 战力直接被锁死 有人可能觉得 这是受日本工匠精神影响 导致其在开发F2时 只顾着把眼前的产品做到极致 而忽略了后续升级问题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世上哪有这么傻的人 更何况是研发战机的团队 后经调查发现 原来这一切都是被逼的 如今的F2并非日本最初设计版本 1973年 日本防卫厅为了研制新战机 开启了一系列技术基础研究 包括但不限于气动布局 复合材料 航电设备等 后经过十年努力 于1984年年底 日本开始探讨F1后继机 被称为FSX计划 1985年3月 三菱重工这个日本守护神 根据计划提出了独立自主开发 代号为GF-210的战机方案 其特点受欧洲人带动的 压抑布局战机潮流的影响 GF-210战机的外形 类似瑞典GS39英诗 或者说 它像采用了压式布局的超级大黄蜂 采用倾斜双锤尾双发布局 进气口在左舱下方 使用两具F18的F404发动机 最大速度达1.9马赫 起飞重量是1.5吨 携带四枚反舰导弹时 作战半径约930公里 从1987年下半年开始 日本国内三大报 朝日 每日与独卖新闻 就开始不断报道30的GF-210战机 不过到1991年 FSX计划完成细节设计时 却突然变成了放大版的F-16 也就是今天的F-2战机 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让30重工放弃了自己最初的方案 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美国的意志 上世纪80年代 日本海量商品涌入美国 造成美国的不满 最终迎来了美国一系列的打压措施 如期间签署的广场协议 强拉日元升值 让日本人购买美国货 从而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 而这股平衡贸易赤字的作风 自然而然就吹到了 日本资源战机的FSX计划上 而本土有大量美军驻扎的日本 只都再次服软 允许美国参与新战机的共同研制 美国给日本了三条路 即在F-15 F-16和F-18 三款战机中任选一款 双方进行合作改进 日本衡量许久后选择了F-16 因为相比F-15 F-18的双发设计 单发的F-16更加便宜 而之后发生的事情 也证明日本选择F-16是多么的正确 首先美国和日本在制造F-2分配上 私逼不断 美国过滤到 要将当时非常先进的F-16CD交给日本 技术可能会被泄密 于是就将最初双方各50%的工作量 改为只让三菱重工负责60%的组装工作量 自己一直掌握剩余40%的核心研发工作 可以说F-2只是名义上是日本国产战机 但国产化程度并不高 这样制造出来的F-2战机 根本对美国造不成任何威胁 而且当时的日本设计师在回忆录中 还愤怒写道 开发F-2战机时 美方不仅没透露自己的技术机密 反倒获得了包括相控阵雷达技术 碳纤维基翼制造技术在内的 诸多日本独家技术 而且美方技术人员 即使在工作中发现 日本在负责领域犯了错误 也不会告诉对方 其次是在2011年的311大海啸后 日本自卫队松岛基地 有18架F-2战斗机被淹没至故障 但因没有掌握核心技术 修复只能求助美国落马公司 但经一顿考察发现 修是可以修 但修起来不仅工期漫长 而且比造新的还贵 于是日本自己就失去了 对F-2升级换代的想法 一款机型打算用到死 2000年10月2日 日本第一架F-2战机 在日本三则空军基地正式服役 从外观来看 由于F-2是以F-16C地形为蓝本设计 因此这两款战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主要的改进是F-2加成了机身 加大了机头直径 以便容纳更大尺寸的雷达天线 和更多的航电设备 如F-2的火控雷达 是日本研制的JAP-J1有缘主动相控阵雷达 比F-2更早装备部队 是世界上第一种装备有缘相控阵雷达的战斗机 据悉 JAP-J1雷达由800多组高功率发射 接收TR模块组成 虽然少于F-2基载相控阵雷达的2000多组 以及F-15SG雷达的1000多组 但仍大大用于其他战机的脉冲多普勒雷达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间隔快速运转和变换 在边扫描边跟踪模式下 可以同时跟踪10个以上的空中目标 其他恒电设备还包括自行研制的 机载导航系统和电子站系统 如电子站系统 充分整合了电子站控制器 电子支援 电子对抗 反探测投放器等子系统 具有很高的复杂电磁环境下作战能力 同时为了提高抗鸟状能力 F-2战机的座舱不仅加大加长 而且取消了F-16C的整体式座舱盖 改为分离式座舱设计 并加厚了固定封挡来提高强度 此外得于日本东地公司 再高强度碳纤维上的杰出成就 F-2战机的机翼和机身 采用了大量先进复合材料 其机翼面积比F-16C增加了整整25% 在机翼下方 新增设有一对500公斤挂载能力的挂架 可以挂载空箭导弹 主要武器以美制和国产为主 如美制的AM7F-M中程空空导弹 AM9L进程空空导弹 自行开发的AM3进程空空导弹 和AM4主动雷达制导的中程空空导弹等 此外F-2战机还可携带ASM-1-2反舰导弹 以及多种制导炸弹 其多达13个外挂点 使其拥有非常可观的作战能力 在动力方面 由于战机中后截面和F-16C战斗机 基本保持一致 所以发动机采用的是 通用电器公司的F-10GE-129 最大加力推力13吨 这种发动机的特点是 飞机油耗较低 低于远程巡航 如F-2在带4枚反舰导弹 2枚空空导弹和2个浮游箱的条件下 暗高低低高的模式作战 其作战半径可达830公里 值得注意的是 F-2增大驿站后 虽然巡航性得到了提高 但高速飞行阻力也增加了不少 之所以这么改 是为了缩小F-2对美国F-16C的威胁 F-2若与同时期的F-16相比 其实两者差别很小 主要看临场发挥 它俩真正的差距 是F-2与1996年量产 2011年升级了一次雷达 目前只分为单座的A型和双座的B型 而F-16则综合全方位升级到现在 F-16 Block 40 60 V等等 最新的F-16毫无争议的比F-2强 而在F-2战机研发后 日本人终于幡然醒悟 战机研发必须自己独立进行 外人根本靠不住 所以在F-3新战机就一直坚持独立研发 不让美国插手 2020年时 日本防卫省下设的防卫装备厅 就一项检视防务周刊证实 由日本主导的F-3研发项目 拒绝了外国制造商提出的方案 其中包括落马公司提出的 结合F-2和F-35等第五代战机的 一些元素研发新式隐形战机的提议 日本的目标是在2030年 用F-3取代日本航空自卫队现役的F-2战机 那F-3战机的性能预计如何呢 X-2新神验证机已经完成性能验证 其研发所获得的成果将到F-3战机上 2016年12月 日本防卫省曾公布了F-3远行机的设计方案 26DMU 不同于F-2与F-15形成的高低轻重搭配 日本在自研F-3时 瞄准的是双发重型制空型战斗机方案 打算研制与F-2类似的重型机 使其能与F-3为形成高低轻重搭配 根据日方公布的26DMU设计方案 以比25风动模型估算 日本F-3战机的长度接近20米 一展大约16米比F-2大得多 因此F-3的空重必定超过F-2的19.7吨 预计会达到21吨左右 F-3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大呢 首先应该是为了长航程 日本本身就是个岛国四面环海 只有足够作战半径和航程 才能够担负起保护日本 1000公里海上交通线 和西南诸岛安全的重任 据悉F-3D的作战半径 将能达到甚至超过F-2的 851公里水平 达到上千公里 其次 个头大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能装 如可搭载大容器武器舱 从26DMU方案来看 F-3的设计有可能安装 能容纳三枚大型空空导弹的 两个机副主弹舱 机身侧面安装 两个可分别挂在一枚近距空空导弹的侧弹舱 这六中二进的配置与F-2旗鼓相当 导弹的型号 有可能是日本与英国合作的 新型联合空对空导弹 该导弹是将流星重压发动机 与AM-4导弹的AESA主动雷达导引头 集成在了一起 具备4马赫以上速度和100公里以上的射程 最后像开头说的一样 个头大 升级改装也方便 从26DMU方案来看 F-3在动力方面 将采用大推力发动机 加三维推力矢量方案 属于双发动机构型 昆设口装配了三个推力向亮板 其中两台小寒倒比沃山发动机 最开始实验型号为XF-51 总推力约为5吨 后来在2019年 日本防卫省装备厅宣布 IHI公司在XF-51的基础上 完成了XF-91实验型发动机的制造 性能媲美F-2使用的普惠 F-19 PW-100发动机 据悉XF-91型涡扇发动机 全长4.8米 进气风扇直径1米 在未开启后燃气下 最大推力达到11吨 开启后超过15吨 这台涡扇发动机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机身特别细长 寒倒比甚至小于F-19 而小寒倒比 有利于降低飞行中的阻力 再加上15吨级的推力 这意味着F-3将具备良好的超音速巡航能力 第二是发动机性能的核心指标 其涡轮前燃温度格外高 达到1800度 比F-119 PW-100发动机 还要高120开尔文 若是等F-3出来后 各方面均能达到指标 F-3的XF-91性能 必将超越F-119 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军用航空发动机 而在实量推力技术上 日本既没有选择在新神验证机上 试验过的折流版式 也没有选择F-2的 二元矢量推力喷管技术 而是决定使用三维推力矢量技术 不过日本防卫省也宣称 推力矢量研究的目的 不是针对机动性 而是为了减少控制面的尺寸 进而获得更好的隐身性能 可见在矢量推力喷管性能上 F-3比起俄罗斯的苏35 还对有差距 影响速度可能对有不足 因此其作用将以巡航飞行中 偏转配屏作用为主 大个头在安装航电设备方面 也有优势 和世界其他同级战机一样 日本的F-3战机 也将配备主动电子扫描战雷达 效能可比你F-35战机 所使用的AN-APG-81 而且F-3还将具备自我修复能力 啥意思呢 就是说F-3能自动检测 飞行控制面上的故障或损坏 介绍系统会控制其余控制面 并同步校正准确数据 介意保持机身手控制飞行 当然在航电方面 F-3的最大特点 是它将用光纤代替传统的电缆 从而可以更快速地传输数据 到各个操作面 并且不会再受电子干扰的影响 扭助战机在有人机和无人机群中 识别敌我 从而实现对敌的有效打击 至于隐身性能方面 为了实现低RCS F-3除了机身侧面 拥有几型进气道 向外清洗的两个垂直尾外 机身表面将覆盖 以陶瓷和碳化锡制成的新复合材料 来吸收雷大波 提高隐身性 其座舱有两具多功能显示器 和一具平式显示器组成 弹射座椅和座舱罩 改用了川崎重工制造的T4同级产品 但座舱罩涂有ITO镀金薄膜 以防止无线电波反射 总的来说 从目前透露出的信息看 F-3上很多地方 都能看到F-2和F-35的影子 但也有自己的创新之处 火力军很期待它的出现 不过当年美国因经济等原因 不允许日本自主发展GFR-0方案 从而搞出了库似F-16的F-2 如今美国又一直希望日本购买F-35 你说F-3会不会受此影响呢 好了 关于日本的平成零产F-2 以及F-3之后 是否能实现纯国产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